Well,已經不記得是什麼時候聽到Grabbits的東西了 應該是Pendulums的Reworks那張吧我想 總之被The Cloud這首歌給讀到 所以動了念頭想要嘗試做這首Cover 喔對,我做了一首Cover 然後在這個Cover的構思期間 我設定了自己要在圖中嘗試以下的設定 第一個,我想要當超超的鼓手用很多Linear pattern 第二個,我想要當超超的鼓手用一些Stick Tricks進去 但是在編曲還有練習的其中 我發現我的內心吐槽每天都多出來一點 所以這篇算是這一個月以來的吐槽總整理 我是升上高一的時候開始學鼓 也就是在一個很神奇的年代大概千禧年左右 所以什麼時候開始打鼓變成現在這樣的狀況 對照起來好像已經像是上古時代的我的高中年代 那個時候大家對鼓手的想像好像跟現在已經不太一樣了 所以是什麼時候開始流行這些Linear Chops 我知道我知道 Aerys Beer 或者是同一個年份Modern Drummer Festival上 那個同一個舞台上的其他妖怪 或者也有可能是因為Thomas Pritchard 2008年Modern Drummer 那個實際上看他打鼓會感受到心靈受創 還有很恐懼的感覺 也許那個時候全球的打鼓風格就走上這個路線 喔對說到全球性的改變 那YouTube就是你現在每天都盯著看 也躲不掉的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 所以大概從2010年開始吧 陸續造就了好多YouTuber 像是Cobus 像是Luke Holland 或者是Dramio 那個時候叫做Free Drum Lessons 大家還記得嗎? 或者是穿口千里可愛的Kaon小妹妹 或者是穿口千里可愛的Kaon小妹妹 還有Anoop Sastry 還有Matt Garsta 大家還記得有個東西 曾經叫做Berkeley Chops嗎? 還有Travis Orban 還有Harrie Marie 還有Harrie Marie 喔最後 私信推薦 Go and Practice 不要錯過 恩...對阿 這些人 這些形式讓人感覺到 哇賽 這世界真是充滿了歌詞 非常強到爆炸又居娛樂性的鼓手 尤其其中娛樂性這個...觀點 或許多多少少解釋了 我們現在對於轉鼓棒這件事情 的複雜情緒還有 很多抱怨 不過你要跟誰抱怨呢? 你要寫信給 當年的Luke Holland 17歲的Luke Holland 但是其實我真的想抱怨的是 也許現在很多鼓手都不太知道 2010年之前的鼓的資訊的世界是什麼概念 而錯過那段時間我覺得是一個好可惜的事情 那個時候 十千禧年剛過 這個鼓界我覺得看到好多奇奇怪怪的產品 很生機蓬勃又好玩的狀況 那可以讓我窺探這個世界的神奇窗口 就是MODERN DRUMMER雜誌 還有每年都最期待的MODERN DRUMMER FESTIVAL的DVD喔 那你知道嗎? 在那個年代身為一個弱雞小高一 完全沒有其他的 資訊管道可以取得的狀況下 每個禮拜週末去台北車站的樂趣就是 站前玫瑰瘋狂翻CD吧 在Fernac還沒出現之前 你甚至還沒得試聽 所以你買CD就是得看 測標上寫的唬爛和介紹 再加上一點直覺吧 所以這樣子的購買行為 我覺得是比現在臭意翻賞還要刺激喔 你很難想像那個時候 去蹲打產品看到有新出的MODERN DRUMMER 有多麼開心 喔對 你知道第一次看到DW9002 是多震撼的產品嗎 還有到現在我 還是覺得很帥的TRIK PRO V1 然後當然還有 隨著曾經很熱鬧過的WFD比賽 一起露面的AXIS塔版 喔對還有 不要鬧了好嗎 2002我就看過DUALIST 在MODERN DRUMMER雜誌上面的廣告好嗎 不要再說它是新的產品 欸還有曾經放在Atombo裡面 我不知道有沒有最後賣出去的 SONAR的Giant Step 呃 單踏雙鎚 還有很多神奇的產品 看起來終究像是會失敗 啊FLATS 孤注 還有 喔現在想起來應該是神兵力氣的 現在是一個最糟糕 要去尋找這個產品的時間 呃還有 還有AHEAD DRUMSTICK 不知道有多少MEDAL HEAD還在用這個東西 喔對而且 我最驚訝的是PIVI曾經出過鼓組 你知道嗎 那個賣音箱的PIVI 喔對還有一個很驚到爆炸的軟趴趴的大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那個竟然是FOX出的 一筆碗 開不開心 還有到現在的三不五時 會在論壇上 或者Facebook上看到有人提問 欸那個東西是什麼啊 The Subkick 呃 Sabian曾經也出過一些很有趣的產品 像是 可能像是腦袋撞壞的時候出的 現在就讓你看看八角形的吧吧 不過說真的 如果真的有人看過這個東西 或聽過這個東西的表現 請務必跟我分享一下 我很好奇 然後沒過幾年 應該Sabian就出了神奇的 聽力破壞產品OZONE 2000年當下最炫炮的BUNZ 我想應該是 Blue Man Group跟Vetra簽名款吧 閃亮到 比我過去有看過最閃亮的設置 還要閃亮 喔對 講到Blue Man Group 不要以為他們只有PVC水管 跟ATL的廣告 他們曾經幹過 把一個180公分的大鼓 還有直立的平台鋼琴拿上舞台靠 而且他們千兩張專輯 我認為都蠻好聽喔 呃第二張的主打Sing Alone 有曾經Fit過很喜歡的Dave Matthew 在2000年那個年代沒有人在跟你討論 Sing Ball Stack要怎麼疊吧 首屈先鋒的產品我想得到的應該是 Thomas Lam在Mino代理的Generation X 順便放個圖片讓你看看 當年他多年輕 而現在打擊樂的清命程度 跟以前的想像好像也完全不一樣 以前要做Acoustic Set的鼓手 基本上就是去旁邊 搖Shaker 兩塊去 或者是你沒練過手鼓Percussion 就沒這麼好選擇 中間突然 異軍突行的Cajon 還有甚至連帶的金BABY 變成現在常見的選擇 這個風潮來的也是我覺得一連莫名其妙 不過我現在知道要感謝周杰倫 對不起我很少聽話語 呃在那個流行龐克還是流行龐克 Metal還是Metal的年代 這麼多年聽下來也見證了這個 樂風雜交的過程 你知道以前要聽到一首歌 主歌吼腔副歌清腔唱Melody 有多心潮有多少件嗎 所以說了這麼多 其實有點懷念以前 三不十可以看到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 新產品 新變革出現 就像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DW9002對我來說是新的產品 但它其實已經十多年了 所以這一點除了覺得自己真的有點年紀了以外 另外覺得有點怪怪 現在我缺乏的是資訊來源嗎 或者是這一切的現象發生了 統一和統治化 出現 嗯總是有人在爭喔 從以前就有人在爭 跟吵架 Joey Jolison到底想不想 Travis Barker到底想不想 羅小白到底想不想 還曾經記得有人在論壇上PTT股板有人吵過 連痛藥價奪血這件事情都有人吵 我覺得啊 我覺得當你看過Travis Orban 或是Herry Marie 或是Darren King 或是Glen Colchet 或是Terry Brozil 這些人打鼓之後 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這些事情都不重要 用什麼心事來面對打鼓這件事情也不重要 因為唯一你吵不贏也無法對他說謊的人就是 你自己 所以誰做了什麼事情並不重要 而是你有沒有辦法說服你自己相信你自己 你覺得這樣做很好玩 這樣做是你要的 所以 所以所以 所以Joey Jolison到底想不想 Travis Barker到底想不想 羅小白這樣的鼓手出現到底代表什麼 其實 都不重要 因為所謂正確跟理論 都是相對的 都是在特定前提跟目的下達到的結果 你唯一要征服的人 是你自己 我們總是可以討論 怎麼抓握鼓棒 我們總是可以討論手指的使用技巧 我們總是可以討論練習方法裡面的運動科學 我們會想要這樣做 是要面對要打鼓的 你自己 我想這位 Cornel也是 回到這首歌本 或者是 這整個頻道存在的意義 對我來說 只是因為好奇 只是因為我好奇 我沒試過這樣這樣的事情 我做不做得到那樣那樣的事情 所以我設定了前面這樣子的 作業 或是設定條件 因為我 好像理解 又好像不理解 Linear stuff 這些 東西到底是什麼 或者 我不知道 不然我來試試看好了 我會給出 什麼樣的仿作呢 嗯 或者另外 我的眼中其實沒有很欣賞 轉鼓棒 對 這件事情背後的哲學 我並不欣賞 可是我沒嘗試過啊 我是不是只是一個 只有意見 但是做不到的 假道學 我需要給自己一個答案 其實整個頻道對外存在的意義 就只在於 我可以替我自己回答一些問題 而且經由 紀錄下來 製作下來這樣的經驗 可以作為我的問題的答案 而留下來的紀錄 就很接近是 副產品 所以 這些事情大概就是 我這一整個月 所有幾乎想過我腦袋裡面的抱怨 So 就是這樣啦 Peace out